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局长一直强调 我们需要什么 合法的证件 那么学校 尽所有的能力去把所有的证件找出来了 然后 这样子还不够吗 我简单的 讲一句话 黎明幼儿园 从66年申请立案到74年征班 一直到改幼儿园 到目前为止 他都是一所合法的学校 可是甚至 你不要再装帅 再胡说八道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个人出生 医生发给他出生证明 到了14岁的时候 又发给他身份证 然后 然后你现在说 这个人 是假的 你要为了要抢幼儿园的土地的时候 你来讲 你幼儿园是假的 不合法 那请问人发了身份证 出生证明都有了 活了40年 你还说他是 僵尸是假的吗 天下有这个道理吗 我身上 带了 这个证物 这个证物就是 台中市政府 发给黎明幼儿园的官房 官房哦 你证明他是 出生证明的 你也发给他印章 用了40年 你今天还说 他是假的 那请问 过去40年来 黎明幼儿园的 建屋申报 安全申报 联合机查 一直到 改幼儿园 到目前为止 都还正常 在招生中 还在上课当中 难道 这个是假的吗 如果是假的 那请市政府的人 告诉我一声 什么是假的 如果 我现在活了40年 活得还好好的 你还说我是僵尸 那我就用这个官房门 敲死 从我们专业的 角度来看 这个问题明明是可以解决 但是为什么到今天 我们刚刚主持人还谈到说 我们希望 这个5月2号 这个强制执行 期限到之后 重化会 重化会的律师 在此呼吁 如果你敢在 5月3号 跟法院提起这个 重新协商 而且要求法院实施 强制执行 那这个事情就 叫做地动山摇 地动山摇 这个案例 明明是可以好好的 市政 除了地震手段之外 还有都市发展手段 可以用 但是他明明知道 但是不来作为 让我们这些民间团体体育分明 所以呢 我认为这个林家隆 应该对广大的 重化的受害者致歉 包括像我们林院长 你知道 您的不作为 让我们多少的台中市民心痛吗 包括我在内啊 所以我自己也是台中市民啊 我也有投票权啊 所以我准备要boycott林家隆 要巨头林家隆 boycott 好 那第三个层次呢 我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 尽快展开 重化的修法跟立法工作 尽快展开 重化的修法立法 因为我们今天 非常非常多的争议 非常非常多荒谬的事情 都是因为这个 重化二法 被这个财团带领人 来掌握 我们的地震局 不要继续装死 我们台中市政府 林家隆 不要继续摆烂 我也必须呼吁我们的广大市民 我们为什么要发起 这场5月7号的一个游行 因为黎明幼儿园 它的一个缓拆期限将至 而黎明幼儿园 就是在这个重化制度之二底下的一个 非常指标性的个案 所以我们一定坚守这个个案 我们一定要达到原地保留 准备会 整个人的魔限 最后居 都是控制度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